Hello,大家好,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现在是7点钟 你看我只有在出来玩的时候 才能起这么早 其实我现在非常饿,有点饿过头了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然后就在数羊 然后数着数着就想到了子安羊排 然后我就更睡不着觉了 今天我们的计划就是早点起床 去四周逛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就是说哪里比较好玩 然后再去吃早饭 我现在已经从公寓走到沙滩这边了 7点恭喜床果然没有那么热 沙滩这里人巨多 我这次来又是没带泳衣 又是没带拖鞋的 我又是服了 其实我有一个疑虑 为什么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玩沙子 在沙滩上就看到小孩子在玩沙子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风比较大的关系 今天浪也挺大的 现在我的泳衣已经买好了 买了一条泳衣 一条防晒的 还有一双拖鞋 我连拖鞋都没带了 你看拖鞋 在地上 我实在太饿了 先拿点祖师在做 先拿这么一拨吧 先吃着 现在已经换好装备了 买了条泳衣 和那个防晒衣 我的大粗腿要落在外面了 现在去泳池里玩一下 忘记跟大家说了 我这次住的整个就是度假式公寓 你看 好多好多房间 楼下就有个泳泳池 你怎么一直在走呢 这里还是提前的 真的 我只能游两三米 那就游两三米 表演一个 我到那边去表演 好 再游了 没关系 哦 一下子到里面好冷啊 你要冻起来就不冷了 比我想象中好 我也就这样 还可以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挺好游的这里 可能是因为浅的关系 今天就是在这里学游泳了 我这么大个人了 跟他们小孩子一样 在这边学游泳 这里很适合学游泳 整个泳池都是1米4 直到我胸部一下吧 我会游泳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游泳的 游泳真的是很累 早上的行程还是挺轻松的 今天又没太阳 很舒服 大家真的玩得都很开心 超适合亲子游 这边就很多大人带着小孩来度假的 今天才周三 今天周四 昨天周三 就人超多了 因为你看这边的公寓 它入住率就很高 现在开始吃饭了 看这碗面 太小了 我怕吃不饭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我点的是 这个是河粉 河粉还是什么 鱼加海鲜面 它这个辣椒真的很过瘾 我都敢吃这个太辣 我觉得有了辣椒做整个变 这一碗好吃的 对 他们吃的这个辣椒 他们说挺好吃 特别辣 挺好吃 这个辣椒挺好吃 真的很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已经在房间里面了 这是一个公寓 看来这边都有厨房的 我已经换上睡衣的 因为之前去游泳的嘛 游泳直接去吃饭的 一回到房间就马上去洗澡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无敌海景 看这里有个很大的阳台 下面是个泳池 然后那边是海